我想如果能够有时间 能够能画多一点的作品 给人家看啊 给人家开心啊 也希望如果好像我们老人家的 不要孤独睡觉什么 也应该好像睡我怎样 画画啦还是什么一点的 陈青元1939年出生于柔佛州巴都巴霞 她是家中的幼女 自小被受父母与兄长的疼爱 但在三年级那年 她的脸部开始出现麻风病的症状 因此被迫退学留在家中就医 经中医治疗无效后 家人迫于无奈 将她送到了淡杯麻风病院接受治疗 由于淡杯麻风病院缺乏学校设施 不甘错失学习机会的陈青元 16岁时申请转到 霜西茅如麻风病院 最终顺利进入了 该医院的小学就读四年级 不过由于该院学校只接受18岁以下的学生 于是两年后已经长到18岁的青元 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 并从儿童楼搬到屋宅居住 参与各种工作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车衣女工 月薪五元 由院方提供膳食住宿与医药照顾 工作一年多 护士长见她勤奋好学是可照之才 便鼓励她申请当护士 还成了病楼里人见人爱的年轻护士 在医院服务了24年后 1994年她才决定退休 如今83岁的陈青元 由于腿力衰退需要以轮逸代步 但这并不影响她参与集体活动 与善事一举的热忱 即便步入古稀之年 麻风病也导致她身体残疾 手脚弯曲 手指不能如常之躯 莫比艰难 陈青元还是执意学习 作画 坚信铁处成真 2019年4月 陈青元的绘画佳作 在国家画廊展出 获得各界高度评价 她参加的马来西亚第一届 粉彩莲诈佳作 已收藏在双西茅如麻风病院艺术馆 目前她开始挑战版画与木刻 丝毫不懈怠 而她的画作每年12月 也必会在希望献心意慈善活动 通过义脉 为有需要的团体筹款 陈青元重生的强大生命力 在在向我们证明 发光并非太阳的专利 平凡的我们 也可以是一个发光体 为大地送暖 在向我们证明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来自希望之苦 我能够得到这个奖 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主要感谢主办单位的给我的支持 这个奖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 我这样年纪了还能够得到怎样的奖 我很开心 我年轻的时候 我做过 当过25年的护士 可以帮助病人 我很开心 后来我退休了 因为我并没有出进大楼 十多年 有一天 安妮老师带了画家 去叫我们画画 我们的画能够卖出去 我们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能够帮助到那些需要的人 其实我们希望之苦 有很多优秀的画家 我今天拿这个奖可以说是代表他们 我们的画家们 这份量应该是会大家的 希望我们的画家们努力地 画多一点作品来意买 能够温暖到这个社会 所以想请大家支持 支持我们老画家的 能够做多一点的贡献 谢谢 谢谢